今天要來接受我們新推出的 一體式彩色鏡頭保護貼 對於沒有那麼普及的鏡頭保貼 大家一定有很多疑問吧 所以我幫大家統整了最多人提出的問題 今天來為你們一一解答 大家都知道11系列的鏡頭比較突出 容易會有摔傷、刮傷的風險 目前已經有幾個災情穿出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手機摔下去的時候 撞到的是什麼地方 或許你還要反駁我說 那鏡頭表面本來不就是藍寶石的嗎 但我一開始就跟你們說的那些災情 就真的悲劇啦 你還要替Key嗎 螢幕需要保護貼 為什麼鏡頭不需要呢 保護貼列來可以隨時更換 但原廠的鏡頭是能說換就換的嗎 貼什麼保護貼 你不知道會影響畫質 偷光度下降嗎 我們親自示範給你們看 左邊沒有貼 右邊有貼保護貼 經過我們測試 拍照錄影上沒有明顯的差異 但就不建議開閃光喔 手機殼鏡頭開孔 長大於3公分寬大於2.8公分 就可以安心使用喔 這款保護貼算就很牢固的 只要不要刻意去摳它 在日常使用上其實是不太會掉落的 我自己覺得是蠻簡單的 基本上這個步驟做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現在就來貼給你們看吧 用酒精棉片擦拭 再用乾布擦乾就可以直接黏上 最後將上膜撕開就完成了 提醒大家貼的時候要在沒有灰塵封沙的室內環境喔 再不會貼的話把手機寄來我幫你貼 再用乾淨